炒味料,老汤,炒好的肉末,炸好的花生米,清洗好的榨菜丝,小葱,香菜 这三种是很重要的,大蒜水,五髓筋包,冬骨腐乳 这三种跟高汤是按照1比5的比例混合而成的 一定要搅拌均匀,最后一定要搅拌均匀 然后在跟高汤混合之前,它是可以炒味料 老汤,炒好的肉末,炸好的花生米,清洗好的榨菜丝 然后这个是小葱,这个是香菜 这三种是很重要的 然后这个是大蒜水,这个是五髓筋包 然后这个是冬骨腐乳 这三种跟高汤是按照1比5的比例混合而成的 混合而成的,一定要搅拌均匀 最后一定要搅拌均匀 然后在跟高汤混合之前,它是跟咱们的酸辣粉没有任何关系的 只有混合之后才能用到这三种调料 这个呢,是酸辣粉碗 目前已经加好的那个11种调料啊 是那个盐 盐小勺的三分之一 我给大家做一下 盐小勺的三分之一 基本上就是这么多 然后呢,木瓜鸡精 小勺的一大勺 神马鲜味王 小勺的一瓶勺 相隔离火锅鲜味王 小勺的一瓶勺 麻椒粉 小勺的小三分之一勺 美乐酱油 火锅勺约百分之五十 火锅勺 火锅勺约百分之五十 也就是这么多 宝宁醋 火锅勺约百分之七十 辣红油 火锅勺约百分之五十 骨髓筋包 对高汤后 火锅勺的百分之五十 大蒜水 对高汤后 火锅勺的百分之五十 冬骨腐乳黄 对高汤后 火锅勺的百分之五十 这个火锅勺 跟这个小勺的大小 在文字介绍里 都有很详细的 给大家介绍 然后 我们来做一下这个烫粉 这个呢 是我烫好过一次的粉 然后第一次烫粉 跟第二次烫粉的区别 就是呢 第一次烫粉 然后用冷水 冷却十分钟 冷却十分钟左右 然后放入油 防止它 就是粉很这个粘稠 防止它这个粘稠 放一些油 然后放到保鲜里进行 保存 使用就行了 然后第二次烫粉 我倒开 在水烧开了之后呢 把这个粉放入锅中 要不停的进行搅拌 然后收拾 然后收拾 收拾 大约收拾 把它拿出来 直接放到咱们对行 十一档的这个小料理 然后 加入少许的 适量的这个高汤 先让我搅拌一下 然后再放入锅中